HELLO 各位好,又繼續回來Pokemon的努力盧寶石5 上次光是來到這個天空之柱 但是發現地面就裂掉了 但是這次就測試一下我的單車實力 究竟要多久才能過到這個天空之柱呢? 雖然有這個SL大化 但是我相信應該都要一段時間才能上去 好,來了 啊 其實有這個SL真的容易玩很多 好了,對了,OK 我們可以馬上檢查點 首先走右邊,然後這樣坐 來,這裡開始 首先站這一格 上面做個教學 之後我們就向右,再向左 之後 對了,OK 坐不前 行了,OK 這個位置是很難的 它改到一定要這樣坐 嘩,這個更難 這樣吧 要不然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穿牆的金手指還是怎樣 我就應該... 嘩 好像死了 這個位置死了 不知道有沒有穿牆的金手指 大家如果真的不熟的話 就沒辦法要用了 OK了,已經過了 好快 還要不要再不來 當然要 OK 看到了 這裡 向... 嘩 嘩 嘩 這個位置 有點危機 嘩 不想錄下去 弄得太多 弄得太多 唉唷 唉唷 OK 這裡 等我先 這一格 好難 好難 好難啊 這裡 好難啊 嗯... 嗯... 很難啊 很難啊 這裡 好難啊 嘩 好像還沒死 好像還沒死 這個位置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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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上 上之後再過 又再... 對 上...OK 這個位置... 嘩 這個位置難度已經死了 這個位置好難啊 等一下... 這裡上面... 落... 這樣... 對啦... OK... 這個位置OK的 應該前面過一格 這裡應該... 對啦... 還... 還沒有啊 沒有了 咦... 完美過關 是不是 到了到了到了... OK 繼續劇情 這個... 召喚烈空座出來 來解決隕石事件 之後上次的呼喚已經蘇勝了 或者現在... 棲息在這個... 懷狀之塔都不定 現在就召喚他 叮... 你終於來了 我就知道如果是你的話 你一定會來到 你從我阿嬤聽說過 關於流星之文 代代相傳第一次隕石聚落 都是因為裂空座救了當地的村落 被奉獻為神 建立了神廟 一千年之後隕石再次這個聚落 劉莉士因為巨大的隕石大坑而誕生 在第二次的隕石災害 人再次向這個拯救了 封原地區的裂空座祈禱 沒錯 是祈禱 彷彿如奇蹟一樣 聚落在劉莉士的隕石 發出了綠寶石的耀眼光芒 裂空座再次降臨 並且藉由一位流星之文的祈禱 和將人類的祈禱 精靈的心意連接在一起 裂空座改變了樣貌 這個應該是她... 她的媽媽還是怎樣 變成了更強大的力量 沒錯就是Mega 在在壓之後 人們開始建立這個天柱 並且預言一千年之後 隕石即將會再次撞擊 流星之文和流利之文 建造天柱來召喚鐵空座 希望鐵空座再次拯救風原地區 他們預言今次的隕石比以往更嚴重 這顆將會毀滅世界 為了防範擁有過去知識的智者 定立了一個計劃 並且傳承流星之文古老的知識給繼承者 繼承者成為了這個傳承者 並且在隕石到來之前 召喚鐵空座 將她的Mega進化 這個就是我們後裔的職責 我作為傳承者 一直盡可能想出更好的辦法 就是這一刻有了足夠的Mega石 可以令她真正覺醒 是要Mega石來將她的覺醒 好了 整個遊戲 整個遊戲的主角出來了 綠寶石的主角 鐵空座要誕生 他說要將他Mega進化 鐵空座降臨了 回應我的副本 這個人大量的Mega石回應我 願望了鐵空座 也不是他 怎樣怎樣 怎樣 蛤 為何沒有反應呢 為何傻傻傻傻看著我 幹甚麼 Mega石沒有反應呢 嘩 為何會這樣 既然回應我的副本 怎麼了 我要打還是捉 天氣已經消失 試一下捉 不可以捉 色謠真的可以捉 不如楊帝要用大師球 沒甚麼所謂 好嗎 要用大師球 OK 強制令到他純福我們 既然被你純福了鐵空座 他選擇繼承你 成益你作為繼承 這個傳承者 而不是選擇我 他立刻失業了 立刻又成為了第二個打工仔 要幫鐵空座打工 書包裡面的文露隕石 對鐵空座產生了強烈的反應 文露隕石逐漸三下 出七彩光芒 嘩 難道就是我剛才收拾的 如果我不收拾 我不會不會Mega 登登登登登登 鐵空座Mega 七彩文韻石 應該不是吧 鐵空座Mega 最終選擇的是你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最終選擇是你 由你來決定命運和未來 我沒有失敗 而是沒有被鐵空座損上 作為傳承者 我應該算是失格 這些碎片交給你 最終沒用的Mega 我現在就拿回去給他們 此時此 身身火暗隊 古兵已經被拘捕了 咦 鐵空座回到我的球裡了 不好意思 Mega Mega 鐵空座屬於我 屬於我這個超強勁的冠軍 好 現在我們應該就可以離開了 我們現在應該是去 是不是去回這裡 我們看看阿大吳在哪 還是要回中心 咦 這個難度就是 鐵雅嶺要拿走嗎 立刻搶走他 鐵雅嶺要回家 裡面有鐵雅嶺 大吳 支火旗 他走了我們怎麼繼續行動 我們的進步要去哪裡 嘩 這隻鐵雅嶺 這麼廢 廢了一點 大吳 減速 廢不廢 好 我們是不是要分回中心 還是要直接找大吳 噢 這隻成功把碎片帶回來 有這些碎片 我們就可以立刻再進行一次探測 穩石這個活動 因為大吳正處理身身火暗不對 以及Mega石規劃的問題 剛才那裡真的不是 短時間內沒辦法參與火箭發射 盡過我們現在極力想要大吳參與 只能你參與 不過你不是孤獨 4天王的原子 誰是4天王的原子 火箭發射的撞脫者 火箭的軌道和駕駛 都將由他作為船將你衝鴻 不過帶一些資訊 發射堂的人 等這個能量裝填完 我們就可以隨時發射 粉石的探測活動愈快愈好 是否一始動 德文公司的無限量已經準備就緒 要跟誰說 我剛才看一看的攻略 原來是在六寧市的位置 好像有一個地方要通知那班人 但我一直都找不到 好像又在這個後面 有些這樣的地方 一定是他自己加 真的有火箭 難道我會上火箭 上去打 你怎麼會過來 這些隕石 依照社長的吩咐 現在我將會投入燃料 也要進入火箭艙準備 上太空了 我準備了這隻BD龍 BDDD 即使用BD龍幫手 進入一些數據演算 協助火箭飛行 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你的精力需要治療嗎 安排醫療者協同作為 什麼保障 我現在買藥了 唉 沒有什麼了 我沒有藥 沒有重新藥 這個星鑑是你 猜不到你出現的不是大 但不容易 陳激呢 這個是四天王 那個龍蟻 你猜不到我為什麼在這裡 流星復佩士 有大不同米可利 其他天王搞 還有他們善後的工作 作為聯盟最後一位 我年輕是駕駛員 有什麼車牌 卡車 潛水艇 飛船 油艇 快艇 軍艦 還有最近宇宙飛船 不是說這些 風雲的命運在我們手中 你準備好了沒有 什麼還沒做好 按就馬上發射 喂 要馬上按 好 我們去 火箭準備飛空 好 經過漫長的這個宇航之旅 終於抵達了這個超巨大隕石附近 好 來了 釋放什麼無雲技 無雲探測 需要有一個宇宙足 自由行動 做好準備 可以用 可以用班吉拉去探測宇宙 哈哈 他一定要用這個烈空座 好 我們不要雀精鳥 雀精鳥應該可以吧 不可以嗎 他是來自未來的鳥 好 這個烈空座 真是太意外 你猜不到烈空座 既然承認你為主人 能夠親眼見證烈空座 作為龍之士最大榮幸 猜不到你依然帶上宇宙 好 既然有烈空座 你就可以更近 靠近地觀察隕石 哈哈 因為周圍有太多碎片 火箭不能停太久 拿著這個服裝和安裝好的攝像機 好 來吧 自由行動 嘩 這個叫烈空座 大錯寵 師兄 我們可以在太空裡玩 怎樣 喂 什麼都去不到 玩什麼 我就是在這個洞 宇宙 這個就是宇宙 為什麼可以走 哦 OK 我不想用沙 那三個 帶著這個 甲荷蠻 滑 絕石 這些都是普通的 味道 是不是真的宇宙的東西 宇宙的東西 應該只有這三隻 啊 還有這隻 外星人 皮皮 啊 皮皮也是外星人 做什麼 寶石的海星 寶石的海星是相傳 是外星來的生物 之前我在這個精靈知識錄曾經說過,我都記得這件事 但還有沒有外星生物呢? 代休奇希斯是否在這裡抓呢? 代休奇希斯作為宇宙的生物 為什麼這麼大塊? 而且這條路這麼難走 這裡的蟲好像不太好 感覺上這裡最厲害的應該是特攻手的寶石海星 還有這個防禦手干預 一個輔助型的皮皮 來了,要看運射 咦?就是這顆嗎? 這顆就是代休奇希斯的那個? 先清潔 不知道 哎,等一下 欸,可以了,觸發了 代休奇希斯飛下來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一個捕捉的 一個 劇情來的,這個不是主線劇情 我們舔他 嘩,超痛 舔什麼舔? 超痛的,代休奇希斯 會不會打死我 希望 班格拉應該不死吧 他應該會不會死 咦,搞定 咦,搞定 離開之前發出了奇怪的訊號 噢,發出了強調的牌 這原來是主線來的 發出了搖眼的光芒 做什麼 都看不到這裡 咦,進化了 散步在隕石周圍 漂浮的海星星和寶石海星 開始散去 Mega烈空座 爆發了救濟的能量 開始從隕石撞擊 嘩 怎麼了? 現在被人吹奏 Mega烈空座把隕石撞到非常遠的地方 隕石已經完全脫離了 朝向地球的軌道 變成逐漸瓦解 成功拯救地球 就是這麼簡單 好好好 剛才合作機發生故障 作為發生什麼事 你和烈空座竟然將隕石 嘩 不愧烈空座的持有人 超乎我們想像 你今次的目的只是偵測和調查 你竟然可以將危機解決 無法自信 我剛才有將影像保存 Mega進化後竟然連續撞向隕石 最初隕石開始撇離 竟然慢慢瓦解 看是烈空座將隕石內部的瓦解 太令人震驚了 這一切都會先回報給魚航中心 我們回回風圓 好 最終封完AZ 在這個烈空座和我的努力之下 將隕石危機劃下結局 完啦 這遊戲 一切都沒有 如希加拿擔心無限能量 沒有用於毀滅 沒有重度覆設 千年前人類使用的最終兵器 也沒有德文公司計劃輸隱藏的副作用 僅僅只是靠我和烈空座所持有的究極之力 打破了流星之文和大家擔心的一切 什麼 立即有重大消息 本次DELTA號的火箭駕駛者4T網 直接向風圓巨大隕石已經徹底消滅 重生一次消滅 一切都是由我們新任冠軍 究極訓練師和烈空座爆發出來的究極力量將它瓦解 這個無與倫比的力量甚至已經可以稱之為究極 我會傳送更多訊息回去 經歷了幾個星期回程終於回到地球 順利著陸 順利著陸 頒獎儀式 啊 究極訓練師 想不到你竟然做到 根據索南斯博士和局長的調查 隕石因為地區某種怪異點 想不到你在調查其間還可以發現到宇宙精靈 代歐奇希斯 估計他就是領隕石接近風雲的原因 而是你的見證 作為究極訓練師的資格 嘿 在你們拯救的時候 我已經將所有的殘黨捕捉了 他都順利拿回班戈拉和班戈拉石 所以你有時間再跟我們切磋 我期待擁有究極力的你對戰 Daiwt自從瓦解之後接到了國際刑警的通知 現在還在內部深處調查 已經好幾天了 相信你可以找他 至於流星之民的傳承者希加拿 偷走已經全部歸還 我們都要回聯盟 喔 那這個外星劇情就差不多了 不知道之後是怎樣呢 是不是什麼彩虹火箭隊 這個也是我好像之前沒玩過 但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繼續玩這個劇毒寶石 之後的劇情會是怎樣呢 敬請期待 下回再分解 各位再見 拜拜 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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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人